今天是2024年5月1日星期三 昨天央视总台举办了2024新品发布会 周深受邀参加 并且以唯一一位歌手推荐人的身份 推荐了节目中国唱作人大会 周深现场还分享了在联合国总部 演唱中文歌曲的难忘经历 周深说自己是一个又幸运又幸福的歌手 希望能够把中文歌曲推广到国际舞台 并且还提到了央视巨制 中国唱作人大会将会逆邀多名歌手来帮唱新歌 周深也在逆邀歌手的行列 而且在背后的大屏照片上 周深是被安排在了CV上 组合见周深是深受央视重视的 期待周深的新节目 接下来是央视COSMO对周深的装访 在采访中周深谈到了 今年参加了六场跨界晚会 并且演唱了14首歌曲 周深奔波于这么多的舞台 一方面是想要挖掘一下自己的潜力 另外一方面也想尝试一下不同风格的节目 该文发布后 话题周深谈六台晚会 14首歌曲也登场了热搜榜 周深不拘于自己的舒适圈 并且能够频频带给大家惊喜 这种精神值得学习 最后周深929巡回演唱会 深圳站预售也全部收起 目前只剩下成都站和贵阳站了 上海站的显开人数已经超过了66万 深圳站则是超过了48万 成都和贵阳站显开的人数也在不断的攀升 相信到时候也是一票难求 不知道小伙伴们是否已经强到票了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订阅们 每日都见了一心